哈嘍 大家好 我是beauty美人智 六月號的封面人物楊淳琳 現在呢 我要為大家解籤 淳琳暗妝擦飽和色的唇膏也很美 但我自己擦起來覺得很奇怪 是否有推薦的飽和色唇膏和色號呢 如果素顏的話 會選擇什麼顏色的唇膏 讓自己看起來氣色更好 我覺得要先了解自己的膚色 因為前一陣子我去海島度假 所以我變得比較黑 我發現就是比較粉色系的唇膏擦起來 會讓我整體的感覺就更黑更暗沉 所以其實如果你膚色比較黑 我覺得你可以擦帶一點橘色的唇膏 可以提亮 膚色以外你還要看自己的唇色 我還蠻建議大家就是即便你是素顏 但是如果你的唇色比較深 或者是有時候會太過泛紅 你可以用一些粉底或者是遮瑕膏去 讓你的唇色有一個底色 之後你在上唇膏的時候 其實顏色就會變得很飽和 然後也可以修飾你原本的嘴唇的顏色這樣子 化妝師我說的對嗎 謝謝 她在旁邊我壓力有點大 因為這一題應該是彩妝師才能夠回答的題目 你們把我當什麼 你說青春一直在你臉上 但青春痘沒有在你臉上 那請問你有什麼特別的抗肚技巧呢 是否卸妝和清潔需要特地註力呢 有沒有你個人愛用的產品可以肥腱 或是飲食方面有什麼限制嗎 首先青春痘跟年紀還是有點關係的 我現在在長真的是也太過分了吧 我覺得當然加上我自己 有改掉一個不良的習慣 也就是以前只要有一點點凸凸的 我就會手很癢然後很癢擠 最後就是會把它搓了大洞 然後導致它發炎 並且最後結痂掉了 我還要等八蛋掉 我學到的教訓就是千千萬萬就是 不要動用到你的手 萬一你真的長了什麼 你就是讓自己清潔做好 然後讓它自己該破的時候破 你當然也可以求助皮膚科醫師 就是可以擦一點點的藥 我覺得如果你的清潔做好 然後你選對保養品 或多或少還是會有很好的幫助 然後我相當推薦專科 因為我本身自己家裡就是 使用專科的產品 它的化妝水很保濕 然後我非常推薦它的洗臉 然後也很推薦它的卸妝產品 無論你是喜歡用卸妝油 卸妝水或是卸妝棉 專科都有 然後都可以卸得很乾淨 而且很清爽 就連我自己工作有時候 上舞台的舞台妝都可以卸掉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OK 因為我不知道問我這個問題的朋友 你是幾歲 如果你還真的很年輕的話 你就不用想太多 因為會長一些青春痘很正常 連我很偶爾就是吃過多堅果類的東西 我偶爾也會爆出一顆痘 所以真的沒有什麼 不要太介意 但萬一你真的是長滿臉的話 請看醫生 看到前來有不適人的預告 覺得你也17歲高中間 完全無違和感 想請問陳妮維持同年的三個秘技是什麼 拜託救救我們這些過了30歲的女子們 第一就是你要有一個會生的媽媽 因為我媽本身好像也是略帶一點娃娃臉 沒有我這麼嚴重 但是她看起來也比實際年齡年輕 所以我覺得遺傳可能是其中一個 那遺傳這個真的就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由內而外的心態很重要 我自己認為自己其實比過去過得更輕鬆 然後更享受生活 更能夠的去體會很多自己接觸到的人事物 人與人的相處也好 或者是可能這個甜點帶給我的感覺 或者是這個電影可以帶給我什麼 就是我覺得心情也是蠻重要的一環 然後另外就是不能一直介意自己的年紀 因為像這位朋友就有講說 拜託救救我們這些過了30歲的女子們 我也是要34歲啦 可是我沒有覺得34歲老或是什麼的 不要有那種被年齡追著走的感覺 不要有那種壓迫感 因為我其實是很崇拜很多年長的女性 我覺得她們很性感很有智慧 那個是我認為年輕的女生想要 你努力也得不到的東西 那個歷練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你要認同自己的年齡 下一題 請全程播出 因為我主持得真的很好 幫我開一個談話性節目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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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